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现在在长梁里岛 我们现在要挖土 因为这一片的土 就是我们 陈里长 陈文华陈里长他在 耕耕管理的 所以我们在 今年的7月14号 第一次下那个 有机肥 然后 过了四个月以后 我们再来收割 收割的成果很好 有十哥 整个一甲地我们收了大概 一万斤的干股 那接下来就是后来 我们就再继续进行 这个土壤采样 那土壤采样上礼拜 出来的结果非常好 那符合国际 这个千分之四 减碳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个整个这个 呃,有这个地上 像我们看到这个田等 一起来 这个D型的地 大概有 66吨的 二氧化碳被吸收下来 那有机碳的部分 是18吨 那后面我再跟大家解释说 怎么去计算 其实也不难 就是我们把这个 有千分之四的 比例的有机碳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那个 再看它的这个 土地的面积 跟我们土壤的深度 以及它这种沙壤 这种是沙壤 沙壤的这个 大概是 百分之十米 对不起 1.5倍 水的1.5倍 一方公尺 就1.5吨 这个 然后我们再算它的比例 然后就算它的 总的碳的含量 然后碳再换算回去 二氧化碳的量 这样就可以 说我们 这个农业减碳减了多少 那我们把这些 先把这些 先把这些 炒掉 对对对 那我们 大概需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面积 没关 没关 这个 这么弄掉吧 这个 这倒还好 因为你到时候 我会把它 放到盆子里面 把它搅拌一下 好 那我这个 稻草 是 二十公分 现在开始 挖到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我们先把二十公分 这个大概 看看有没有二十公分 你看 看到那个 圆敲就到了 对 圆敲到 圆敲到后 十公分 大一点 因为我们等下 下面三十公分 还要再往 往下 好 再搭一点 它再松掉 因为今天这个 比较潮湿 再把它搅拌均匀 它这个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土壤 你可以看到 它的根部 发育得很好 然后 这是原来的 稻草的根 那我们现在 把它给 呃 刮起来看 它是 已经 还是有很好的 这个 团力的结构 这样子 所以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蚯蚓 你这边会有蚯蚓吗 那我们就把它 因为到实验室 它们还会再给它均值 一百的 大概 半公斤 不精准 好好好 可以 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慢 一步一步来做 挖下去 挖 慢慢挖 对 你可以看到 它下面就有个离底层 对对对 我们第一次挖的时候 比这个还要硬 它可能没有太多挖的经验 先挖上来 均匀的 这个是上面的 这个不用管 我们今天要往下面挖 对对对 黄色这种籽 它就 比较硬 对不对 对对对 好可以 再往下 再往下 十公分 还要再往下 再往下 十公分 你这个好像不够科学 因为我们这个 农业的 它的不确定度 就百分之二十 是 够了吧 差不多 再再再 再一下 哇 黑黑的 又有了 好 那这个 这个 好 再从这边 再去 比较薄 比较薄吗 对啊对啊 这个比较黑吗 没有这个这个黑的 那比较不到啊 这个上层就是下层的 对啊 这样 好 好 好 一点 那一般來講的話,我們會以這邊 這邊是北方啦 北方在那邊嘛 所以我們從這邊大概走17步 就12.2米 你看我們把這個... 這個先B鏟先不要放進去 B鏟 那旁邊呢 先鬆一下,然後再把後面 因為這個土壤的東西喔,是很... 很不均勻的 你看它也是有這種團粒的節奏 跟下面的不一樣 你挖到下面就... 沒有這種... 團塊的 好 好 過了嗎? 你過了嗎? 過了,三公斤應該 好吧 你試鏡喔 你拖哪一個就麻煩 不會不會不會 它測就測不測 不測喔 40 40 還一點點 50 差這麼多一個圈筒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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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夠了 好 夠了齁 才會每天就煮很多 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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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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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先把它挖寬一點 然後再往下挖 你先把它挖寬一點 這個不要 好,你先把這個挖走 老師傅來 超過了吧 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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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上次挖的地方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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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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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色的行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會是一個我們有機碳的土壤醫生 這樣很好的 因為剛開始撒這個有機肥 一定要控制水量 你剛好水到整個田園過 有水 稍微有四次的 要馬上鬆土 把它打下去 那個有機肥才不會流失 對 就打電的時候 你不能水一直放在那裡一直流 夠了就要趕快打下去 那個有機肥就不會流掉 對 所以這樣的話 調控很重要 水跟打的調控 那你看 收起來你看 到時候剛收完 它很好挖 到這個時間點就不好挖 因為那個水到的根部已經開始浮爛了 對 現在都沒有什麼水到的根很少 剛割完那個根都是還很明顯 嗯 不過它這個 因為我們這次測出來 就是上層並沒有太多的保存 反而到下層去 對對 本來就 藝影機在翻土的時候 他就把它塗 算說把它翻到魚土裡面去 所以它有機肥都往下沉 你說水一直放一放 淺的部分 那有機肥會淋掉一些 生來就比較容易了 但是比例上下面還是少很多 你上面大概快到二 下面都不到一 因為坦白講我們在鬆土的時候 沒有鬆到五十公分 對啊 頂都是三十公分而已 對啊 鬆不到 對 一粒就鬆到三十公分 沒有那麼大馬力 除非你要用生根裡 可是你這邊的話 花東下面都是石頭 你一把它鬆開的話 其實我們以前也是用生根裡生 不過 可是你要是把那些生根裡一次 你就要剪石頭 對啊 你就要浪費很多 很多力氣 早期會這樣 那久了以後你的地已經養好了 大概就不太需要 因為你把那個生根裡 把那個下層那個底層 把它破壞掉 它那個作物才會生到那個生根裡面去 那底下都很多那個 那個磷啊 你沒有去破壞它 你吃不到它 對啊對啊 拉不到 而且它是靠這個有機子看 把那個磷可以拉上來 就看細菌啊 那些熔磷菌啊 它會分解出來 把它分解出來 分解菌熔磷菌這些它可以 像我們這個也是很重要 你看這個地上 都 我們都覆蓋得很好 這個就太陽不會 直接曬到 直接曬到的話 就會讓它的那個 也是 那個有機子會流失 對會流失 會蒸發掉 對 那細菌被曬死了也會 對啊 不過我想我們如果說 用對的有機肥 像大同那樣有 有維生物的 鋪槽桿菌的 很好的菌種 然後這樣的話 你的產量也增加了 對 產量增加大概怎麼樣 跟你自己比 還有跟你其他的 像我這一期 這一期兩次颱風 對 我上面的大概八千多斤 這裡大概一萬斤 OK 同樣的種 對 那你是比較會種 那有一些人 他們說平均大概六 六七千斤 對 那個六七千斤 大概了錢 那你覺得這樣 這個有 一萬斤你覺得這個收益率怎麼樣 如果一幾年來做這個算 算最好的 最好的 那對你的收入有增加嗎 當然增加 我這樣算 我比例這樣算 我們依四面價算 如果四面價 一百台金 一千四 對 你依甲利割一萬斤 對 或是十四萬 對 如果說你割 割六千斤 七千斤 應該算啊 那一步到十萬 對啊 你用這樣算就好 這就很明顯 對 差很多 你看他們有的割了五千斤 那個賣大概七萬塊 五六千斤 賣大概七萬塊 你看七萬跟十四萬 比起來 你看差 差一半 對啊 我們這個 將來探權還有大概快兩萬 兩萬多一點 所以說 水到收成 它的產量 我這樣講 它的產量影響一個家庭的生活 是啊 是啊 一個家庭就四五個人 那如果 產量收得好 那它去 那它的錢就比較多 對啊 我看你們這邊都 很緊張 大家都趕快就要去種蕎麥 想再多第三劑的收入 所以想多賺一點 可是這個 我的感覺是 將來就是說 如果好好種 種 種兩劑就好了 讓這個地有一點休息 因為我們這邊的地 我們這邊的地 你也不很肥 適合種蕎麥 對啊 你看我們這邊的地 蕎麥長得多 都很茂盛 每一個土地有它 是 好 旅長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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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eno 過 aqui 感谢观看